統促黨女國黨部主委 中華婦女聯合會理事長何建華 涉嫌收中國統戰部至少四十萬 臺幣的金援 在臺灣推動統戰工作 臺北地檢署今天依違反國安法 把他起訴 那檢調的發現說 中國甚至企圖影響二零二零總統大選 所以就要這個和女 渲染蔡總統博士學歷造假的議題 和女收受了三萬人民幣 臺幣大概十三萬多 把中國所提供的拒絕假博士新聞稿 轉發出去製造選舉紛爭 何建華知道他被起訴以後 痛批臺灣司法已死 請教一下這個范老師 哇原來這不是他們的理想 原來他們是拿錢的 而且什麼女郭 什麼女郭 感覺應該要穿的穿那個 古裝出來才對 跳著那個雨傘舞出來 我覺得奇怪就是說 這些我覺得臺灣我們不怕外敵 我們反而是怕這些內賊 對 他等於拿著中國的這個錢 來詆毀 但是還好 我們臺灣民眾都聰明的 就沒有人相信 蔡英文得八百七萬票 用選票來告訴你 什麼女郭黨部是沒有用的 你中華臺黨拿這個錢 來造謠聲勢是沒有意義的 那你看中國軍機繞臺 臺灣哪一個搞多 臺灣獨立的人還去拿錢 對啊 所以然後你看這些上這些環球時報 這些媒體的人 說難聽都是在臺灣 沒有多少人支持的 你說這個球儀 就是少數同溫存 中國永遠是找這些人來代言 你不找一個 是不是形象比較好一點 我也可以算是一個 但是就找這個票房毒藥 也真不挑 那你看臺灣股市 今天臺大漲一百二十四點 達到一萬四千二百五十六點 搞什麼臺灣民眾 你中國再怎麼繞臺 我用股市來告訴你 大家對經濟有信心 那還有一個就是 大家對安全是有信心的 你看今天的這個國民黨立委 呂玉琳 他在質詢我們 就是我們知道這個 在十一月二十二號 那個美國的這個情報處處長史達曼來 他就今天就問了 我們這個張哲平 他說 他說這個到底是什麼情況 他說張哲平非國防部邀請 主責 這個這個現在這個史達曼 已經兩個單位否認他邀請 一個是外交部 一個是國防部 那誰邀請的 很有可能是國安 國安單位 國安單位 那我們知道 因為他上次來 這個史達曼 他我上次有講過 他做了這個專機 這個彎流的專機 以他這個授教養位階 是沒有資格做的 所以裡面應該會有更高階的人 那現在到底是誰呢 我大膽研判 有人我覺得不可能是CIA局長 因為CIA局長通常不太容易出國的 很有可能是美國現在這個 情報頭子 對 他叫雷克里夫 他是美國的這個 比如說川普的國家安全總監 這個很有可能 為什麼 這個徽章 這個徽章 他下面遐管的 十六個美國的情報單位 包含我們有這十六個 大家看一下 包含我們大家比較熟悉的像CIA FBI 還有美國各軍種的情報單位 那他其實他算有點類似 我們的這個國安會的諮詢委員 他本身是國會議員出身 他到今年五月 才從這個德州的眾議院的 眾議院下來 然後川普引擎他來當這個國家安全的 這個所謂的情報總監 那他的目的就是要結合十八個 十六個情勢單位 因為他是屬於部長級的 所以他才有可能做那個彎流來 以他的位階來講 要能夠做那個行政專機 是白宮行政專機 一定要部長級的 所以我才說那個 這個史丹曼少將 沒有 他的位階不夠 那背後一定有一個常進人 那現在我們看到的 國安單位沒有做這個表態 就是很有可能由這個情報總監 而且這個情報總監 他才剛剛上任 表示他 他是今年五月份才上任 表示他要了解什麼 很有可能是瞭解當前的 台灣的一個安全的情勢 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沒有去 大家都沒有去 你說美國生氣了 說什麼 什麼什麼 我們暴露這個新聞 抱歉 他降在松山機場 就表示他不想 掩蔽這個新聞 因為你降在松山機場 大家都看得到 表示美國是要刻意 讓台灣人安心 我們派了一個高官來 但我不告訴你是誰 你們去猜 這個很有可能是 哲委情報總監 我告訴你 學士報總監 在高爾部上 明星祈禮 就是第一次